我們正式開始這個講座,感謝翻譯,希望能夠讓大家用方便的語言來聽到這個講座。 今天這個講座叫《攜手更強》,今天是一個很漂亮的星期六下午,謝謝大家來參加。 我們有三種語言同步的翻譯,有國語、粵語和韓國話。 我們希望能夠接觸到不同的群體。 可惜有些人想參加,但是不能夠,所以我們會有錄音。 我們希望能夠關閉你的鏡頭。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你可以放在這個討論中。 不需要等到最後的時候,才能夠向幾位嘉賓發出問題。 我們會看著那個時間,可能會在中間回答,或者到最後的時間,會有一個問答的時間。 我們開始的時候,首先介紹我自己。 我是Kennett,馮醫生。 我是一位精神科醫生,歡迎大家。 我是在這裡帶著感激和尊重的心情聚集在這片神聖的土地上。 而這片神聖的家族簽約和尊重的家族和齊佩亞家族簽署的威尼姆斯條約保護。 多倫多是處於一個領地。 這是安西納、被人和康德羅索尼人的條約。 這個規定人必須共享並且攜手保護這片土地。 其後人、處民、歐洲人、所有新來的都被邀請 遵循這項目最和平、猶豫和尊重的精神的條約。 而我們可以注意到在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社會不公平。 對加拿大和其他地區的原住人、民和種族、社區的其他不同的影響。 在這裡斷結一次,繼續來和當地全球社會上方。 住民、反黑人等等。 來和他們合作。 我們正式開始的時候,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特別的日子嗎? 不是因為我在這裡, 而是因為大家的參與。 我們來共同組織這個社區、社群。 我們互相交換我們的意見、我們所識的。 我們也有很好的港元, 來提高對患病的意識和移植。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也是來展開活體移植捐贈的州。 所以我們正在這班前提高對患病的意識。 我們也來感謝這個心臟基金會的心臟研究。 我們也要感謝中國群體的意識。 我們也要感謝中國群體在這裏上。 我们 以研究方面的消息,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大智商的流程, 我们会有一个肾病的资料和移植方面的资讯, 我们也有讨论, 有几位嘉宾在我们当中, 然后我们继续一下, 我们的精神上的坚定。 此时,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意见, 你可以放在讨论中, 用自己的文字进入讨论中。 所以,我们想开始, 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位的党员, 一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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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名列前茅。 這是神奈科的主任、藝術學教授、 診療研究、治療方面的領先者也做了很多方面的研究、 診療方面的資訊。 他說的,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對我一個精神科的醫生可以明白,大家都應該可以明白。 現在將時間交給陳醫生, 很開心能夠和大家一起。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我要多謝各位的單位和每一位參與的嘉賓。 我今天的任務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對於腎病需要什麼的認識、 有什麼的治療方法、 以及關於移植方面的。 我們這個講座是有同步的翻譯。 你可以在下面有一個地球這樣, 你可以點擊之後, 你就可以來選擇你方便的語言。 為什麼這個腎病對我們這麼重要? 我們在這幅圖畫上看到, 我們看到, 其實就是我們身體的清理器官。 讓心體來編到這個神作, 然後來抽取了這些毒素, 然後就透過尿來排出來。 使我們的血液是能夠永遠平衡。 裡面有大約一百萬個,這個腎也是來產生荷爾蒙, 這個腎也是給我們1至2個公升的腎, 這個腎是來以正常運作, 我們的吸入,我們的排出,每一天,如果你是一個, 你是,你會發覺那個體重是,都沒什麼怎樣上落的, 你會發覺,可能你的水份是來處多, 每一天,每一分鐘,那個腎是大概的血, 有些所需的厭份是能夠保留在血液裡面, 同樣重要就是一些廢物能夠排出, 或者你血裡面的酸性能夠得到平衡, 我們需要常常保持它的正常平衡, 其實這個腎中也會產生這個EPO,這個荷爾蒙, 是會讓我們的骨髓來產生, 維他命D, 我們需要幫助我們維持骨髓的健康。 你可以想像在上面兩張的圖片, 只是讓我們去握要的看到腎臟的重要性。 如果腎的功能不太好, 我們就會有麻煩。 你可能會問, 有什麼病是讓腎臟是不能夠正常。 最普遍的就是, 最普遍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就是高血壓和病。 這個病。 尿病特別是第一類的, 就是你那個的, 這個就是影響到倒數, 有些病是在腎臟裡面發生的。 有些是讓腎臟裡面抗大, 而影響到過濾的功能, 而發炎。 有些病毒的副作用, 會影響到腎臟的有些藥物。 會有些藥物的副作用, 會影響到腎臟的有些藥物。 有些藥物的副作用, 會影響到腎臟的有些藥物。 一個健康的…保持腎臟健康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知道你的腎臟不太好呢? 最重要的是尋求治療。 我們要…如果發炎的時候,需要來找那個原因。 就像馮醫生所說,這個腎臟基金會是大家有幫助的。 另外,腎臟基金會也支持我們的研究工作。 你怎麼知道你的腎臟不太好呢? 其實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你必知道有問題。 通常是由這個驗血和驗尿來發現。 當我們…譬如說,如果一個人有肺病的話, 他的呼吸會有困難。 如果心臟有問題的話,可能胸口會痛, 可能會上氣不接下氣。 但是腎臟有問題的時候, 不是一方面就能夠… 可以發現的。 除了來驗血和驗血和驗尿來發現。 危險。 就好像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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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方面… 神衰竭,這些症狀,缺乏那個 暈或者嘔吐 有些是有長期的腎病的話 你那個的驗訓,或者是其他的礦物質等等 我們都需要去注意,我們是有太多或者太少,包括水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需要來到我們的食物上面,或者是我們的水分吸收上面 就需要有那個折制 因為在我早期的時候,只是有很少數的治療方法 但是我們很開心現在是越來越多治療的方法 來幫助這個腎病 有些是可以來延遲神的衰竭 有些的醫藥 那你用什麼的藥呢? 就應該是你和你的醫生的一些討論問題了 有些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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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慢性的腎臟和洗腎 可能你會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有些病人可能是不能接受這個方法 但是這是極少數的 有些人可以在家裡做洗腎 能夠幫助生活指數 有什麼不同的? 你如何去做抉擇? 你在生活上的選擇 我們作為醫生的 是來提供我們最熟悉的方法 來幫助病人去接受這個選擇 首先我會說 這個洗腎 我們是有提供在家居裡的洗腎 因為這個是比較經濟的方法 也是提供病人能夠有這個控制 我們是有個自由 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這個訪問 是要前期的 你需要提早的去轉界 還有 有些 有些 如果去到很緊急去到醫院的話 就少了一些機會來好好去認識 我們能夠分為兩方面 一個是腹腔的洗腎 一個是血腹的 所以 這些是用的方法 還有那些機器在你的右手邊 腹腔的 就是讓這些乾淨的液體 在那個康腹裡面 停留 然後 就 經過幾個小時之後 就能夠被抽出來 所以每次需要幾個小時 所以每次需要幾個小時 至於 血液的透色洗腎 就是用一個機器 將那些血 經過這個機器 透過這個機器的 這個 所以 所以 就像剛才所提到的 好像剛才所提到的 我們的腹腎 是會產生 這個 IPPO的荷爾蒙 就是 很高的血量 或者是 有些人會問 那些人會問 可能有些人會問 有些人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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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有些人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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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洗腎 或行為 他們的睡眠也有進步的。 在中間中,你會看到一個像芭蕉的樣子, 那些骯髒的東西會被吸收,然後流出去。 那些骯髒的東西會進入體內的細胞。 我們是讓醫生能夠連接你的血流。 那些骯髒的東西會被過濾流出來。 如果有些人不能這樣做的話, 有些人會做手術來搭桃。 另外,也是關於骨肉的健康。 我們知道運動。 我們來講一下腎臟移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會覺得很驚奇。 原來腎移植不能夠100%去取代原本腎的功能。 我們會覺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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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覺得很重要的。 我們會覺得很重要。 我們會覺得很重要。 操作一定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看看他們是否適合,以致不能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這個腎臟可能是有一個活體的捐贈,或者是一個已經過身的。 如果是一個活體的捐贈,教育和過程, 這位捐贈者同樣是需要得到這方面的知識和檢驗。 今天沒有時間來和大家很詳細地看這個過程。 我們也很重要的是, 但是,不是每一個捐贈者或者接受這個腎臟移植的, 都是可以來配合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來配合呢? 因為另一個人的腎臟不是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所以,是一個自然的功能來保護你的身體, 給予一些外來物來侵襲。 所以,會有這個排斥。 所以,我們需要有些藥物來減低這個排斥。 這個排斥在什麼情況出現呢? 非常感謝。 這個時候,在這個質量的時候, 這個質量升高。 在這個方法, 我需要令你能取持你的人的身體的確保持 這些藥物就放下這些排斥 但是這些藥物也有它的副作用 這個表 這個表只是讓我們看到這些不同的藥物 這些不同的藥物 這些不同的藥物 減低抗體藥物 有不同的藥物 來幫助不同方面的排斥 問題是我們哪個治療方案是最適合你的呢? 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你可能 你沒有太多的認知 或者你已經知道不少了 或者你已經知道很多的治療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治療方案 隨著時間會變 你可能是有一個治療方法 轉去另外一個 或者甚至是要轉去接受腎臟移植 這個需要看看時間性 哪一種是最適合的 對我什麼是重要的呢? 我們要看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於生需要幫助你 大家也可以去這個神像基金會的網站 去查這些資訊 來幫助你作出這個考慮 例如你的工作的情況 你家庭的情況 我剛才大概20分鐘 希望能夠讓大家有一個長期腎狀問題 其實可能也是很普遍的 如果你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話 就可能需要洗腎 或者換器官 這個不是一個方案 就能夠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要看大家想達到一個什麼目標 我從這裡聽下來 所以我們將時間交給今天的嘉賓 講完 多謝陳醫生 你可以把你的回應放在那些帳戶裡 你可以把你的回應放在那些帳戶裡 我現在就要介紹一下 我們要請教導一下 謝謝 Justin Poyne 我們要一起經歷過去這段時間 首先讓 Justin 跟大家分享 謝謝Chris,我是一個腎病人,我十歲的時候就開始病, 我七月的時候,現在是53歲,我十三歲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腎病的旅程。 這個旅程,除了我身體健康方面, 其實我的精神健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層面。 對於剛剛開始這個旅程的病人來說, 可能我這個經歷是很不同的。 所以,Justin,你提到,你第一次討論了 策略。1983年的時候,當時的科技和現在很不同。 我們仍然有兩種選擇,洗腎或者洗血,兩方面。 我當時只是13歲,還在開始發育時期。 所以,用這個腹腔洗腎是可以讓我繼續來發育, 也能夠繼續上學。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要去哪裡, 也要帶著這些洗腎的一包包藥。 我當初發現我有病的時候, 我去小便的時候, 發現小便有血,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我最後一位就是世代的洗腎。 我有一個女友 واqui的自己的兄弟弟。 有時小便是有血,有時只是比較黃色, 所以我以為應該很緊,所以沒有提早去求診。 其實回頭看,應該是越早去找醫生,越好。 但是我經過六個月之後才去看醫生。 當時就進了這個病毒醫院。 其中一個會受感染發炎。 在那個時候,要接受移植的排隊是很短的。 我十個月之內曾經接過兩個電話。 Justin,現在我們看看第一次的移植。 當時是怎樣的情況呢? 這是你讀中學的時候,對你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腎作移植。 當時… 當時有一個,譬如說是交通意外。 那個… 那些身體壓力真的會長高, 所以… 我總是腐力不太好。 我已經感染了凍痛, 但我已經感染了很多排斥。 所以… 我的血壓時刻… 但是無論如何,是讓我能夠去度過中學的時候,甚至是差不多。 如果在座當中,如果有少年的父母, 你作為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人,可能自己的自我認象不太健康的時候, 如果你再加上有肿脹等等的時候,就真的不太好。 有時候可以維持這麼長的時間。 當你發現這個移植開始不能運作的時候,你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當時,隨時我上樓梯發現我都氣喘了,所以我回到醫生。 那醫生就說,你告訴我們,你什麼時候想再洗神? 那你就告訴我們,我記得有個冬天,我發覺上三層樓都不行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去醫院。 我看著,我看著,我會想再做這個復腔的洗神。 但是那個方法令我裡面有很多細菌有發炎 所以就很快就傳染血液的洗手 其實上學在大學的時間表 又要去醫院去等 然後實在是一個疲勞軍閘 你實在是面對很多挑戰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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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身體的挑戰 這個… 身體的挑戰 其實… 精神上面… 精神上面… 其實… 當年… 病毒醫院幾乎是唯一的生存者 大約六個月之前 有一個朋友去過生 但是… 你… 你… 買第一輛車… 你… 你… 要… 要… 做得好 它 就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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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 有了十年了 可能… 有… 被人撞到 但是… 你… 你… 會發覺… 你… 會發覺… 可以撞得住一輛車 你很開心 我就會用這個態度去看我的身體 因為… 以前… 我… 從… 以前… 我看… 用兩個角度來看自己 一個就是… 換身 一個是洗身 我一次跟… 坐在一位女士的旁邊… 她說… 當我接受… 移植之後… 15年前… 我… 就… 說… 有時候… 我會用一個… 電池… 有時候… 我… 就… 說… 要使用一個… 電池… 有時候… 電池… 有時候… 我是要洗神,有時早就要換神。 這位女士,我自小就認識, 她經常都說,當我換神之後,我就會做這樣做。 但是很可惜,只是換神三個月之後,她就過世了。 但是她就是把她的生活停頓下來。 所以我經常鼓勵別人,你不要去停止, 繼續去做你想做的事。 你的旅程有優點、有缺點, 你的經濟,都是給我很多的激勵提醒。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高度。 首先,接到那個電話, 說可以去醫院去接受腎臟移植。 雖然要做什麼不太開心的事, 因為要做手術。 但是,當你看到是一個不同的心路歷程。 是很不同的。 當我接受我媽媽的腎臟移植的時候, 是一個活體的移植。 是一個很不同的心路歷程。 每年,我們都來慶祝周年、地年。 我們也有去旅行。 但是,我們… 第一次接受完結之後, 我們是… 但是,當我低潮的時候, 我最低潮的時候, 是我思想裡面, 怎樣來到去看。 但是,我知道我損失了這個異殖器官, 需要重新去接受這個洗腎。 是覺得一個很相同的事。 我上次是2008年。 我上次是2008年。 我上次接受我媽媽的腎臟移植。 過去這兩年半。 還有 這個新冠。 失去我那個腎臟。 又要重新開這個洗腎。 但是,生意上面也有影響。 但是我發覺,我可以說是99%我是怎樣去看這件事。 然後,睡覺之前要開始洗腎。 雖然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跟自己說,我好像去這個健身室一樣。 或者是去見醫生。 或者是我工作上要開會,我就放在我的行事力那裡。 我在這裡控制我的時間。 我不用我的精神去擔心。 然後,我要去醫院的時候,我就去醫院。 走出醫院的時候,我就不再去想它。 因為我想,也於是無保。 好。 我們認識了這麼久,我們可以說完。 或者我們就像你剛才提到你最後一次的神臟移植。 我們就把鏡頭轉換。 我們也會看到這個神臟移植。 所以,是Kenne.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討論。 你也是作為一個母親來經歷。 你如何作為一個護理來幫助你的意志。 首先,我想跟大家說,我已經不是一個審議員。 這是我同一位中學同學, Dr. Liu,只是叫我Vivian。 當時 Justin,他發現有這個腎病的時候, 他只是十歲, 他是我三個兒子的中間那位。 我從來都不相信我的孩子, 比起保母的。 當時,我送他們上學,接他們上學, 跟他們做所有的事。 然後,我四處去做父母。 當一個子女生病的時候, 你實在讓你很傷心,不知道怎麼做。 我是一個很強的人。 但是,就是 Justin,他能夠遺傳到。 而是很難受的。 實在是很難受的。 我相信,我第一次知道, Justin,是在發覺的時候, 我們去滑雪。 他曾經有這個發燒。 我曾經經過。 而且,我曾經常見到ा��ô last year, 提及到日子、 我曾經經我記得他曾經的。 之外,他們以下耀蒙燎 lighter kotor важ性ii ,但他曾經消失栽樂形象。 所以我就更小心轉勝了 żenie。 因為他也下轉了! 不過,我做了一段時間, 但是誰知道 Justin 是我們所能夠做的盡力去做。 對,我真的有很大的盡力。 可否跟我們分享你如何成為一個腎臟捐贈者? 對我來說,我第一次是一步。 因為我是他媽媽,當他小時候, 他是 Dr. Bill Bao幫助他。 當時那位醫生跟他說, 他需要腎臟移植,我已經跟他說, 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在那個年代, 是不會接受這個活體的議席。 他只能等待, 但是那時候不需要等很久, 那真的只需要等幾個月, 和現在需要以年來去計算是很不同。 所以,我只能把腎臟移植成為病毒。 所以,現在是一個活體移植很重要。 我只能把腎臟移植成為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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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的醫生也很小心, 加上我兩個神,一個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們也不可以很確定, 說那個比較小的神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所以我就跟進, 我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否更好, 我問, 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消息呢? 然後說, 沒有,我們不可以做的。 所以我問, 這個比較小的神。 所以, 當時, 本來是想把大小的神來捐給Justin, 但是醫生說不行, 所以又要很詳細地去檢查, 這個比較小的神。 我問, 如果大家看我, 我是一個小的女人, 但是,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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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族在華人的圈子裡, 為什麼捐給墳藏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我看你, 這個我都不明白。 可能是因為,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是年輕的來照顧年長的, 而不是年長的人來參與。 但是,人們並不想提及這個話題, 我並不明白。 也在中國文化中, 我聽說, 孩子和你的大父親都在一起, 我和你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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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非常幸福的。 我一位, 來照顧年輕人的一代,這也是雙方面的。 傑森剛才說的,由父母接受這麼大的禮物也是很重要的。 謝謝你。 Yvian,你有沒有其他消息要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害怕去捐贈腎藏, 不應該害怕作為一個活體的捐贈者。 因為你是會… 然後才會決定會不會接納你作為一個捐贈者。 所以我知道我有非常好的健康。 我現在已經81歲。 我是一個最好的健康狀況。 所以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 一個例子。 我的… 我只是想補充一句。 很多人… 我只是想補充一句。 很多人… 我只是想補充一句。 你不是只能給一個人。 我… 我… 有一個女兒已經是成年人。 其實 你這個捐贈是… 給… 很多人… 都成為了受益者。 不完全能夠去場地, 去參加那個雅人的娟贈, 可以去場地, 能夠參加那個雅人, 那些能夠參與過多人, 能夠參與其他人。 今天你和我們的分享也能夠對很多人有很好的啟發。 其實我們需要更多這方面的討論。 如果有任何人有問題,我很歡迎分享。 現在我們邀請Julia King。 不是在護理方面,而是她作為一位活體捐贈者。 我這個作為捐贈者的旅程, 當我17歲的時候, 我從18歲開始捐贈, 我從18歲開始捐贈。 我從20多歲開始做非定向活體捐贈。 我從23歲的時候, 有一個同事有需要, 所以我再去申請。 其他有… 我從20多年來成長。 所以我從20多年來成長。 所以我回到20多年來成長。 我也有朋友親戚在這裡。 後來, 我還在討論我的孩子捐贈。 他們曾經說過, 三個月後,我可以再次接種。 所以我再次接種了四個月。 我歡迎自己捐贈。 那當時我可以使用了這些指向我之前的幫助。 我做了這麼多的事。 我為什麼會捐贈了我的肝臟, 我還在四個月後來提供了病毒。 這七個月後, 再次經歷了肝臟。 希望能夠幫助其他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質素。 你有沒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顧慮呢? 因為我在加拿大成長。壓力。 我的專業,我找到是教育上能夠提供貸貸貸貸貸貸貸。 受過這個啟發你,讓你願意來做出這個行動。 其實通常我都鼓勵大家,你不需要做一個活體捐贈者,你可以捐血。 其實你只需要影響你一兩個月的生活,你可以捐血。 讓其他人可以繼續有好的生活。 我沒有吃任何的藥,我捐神之後九個月,我就去墨西哥旅行,去滑浪。 謝謝你和Julia 兩位都可以來這裡去釣榜。 Kris,我想在這裡重複剛才兩位跟我們的分享。 這個醫療隊,是很重要的。 也有很多目的目的就是要照顧这两个人 我想要往前 趕走 趕走 請我提起這個問題嗎 是嗎 好 它不會很久 如果我記錯的話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只需要住院三、四天。 我記得第一天,我下床,我看到心施治療部來看Jusyn是怎樣的。 當我看到她在電腦工作時,我知道她應該沒有問題。 我必須說,我很幸運,她在醫院陪伴我。 我們有一個私家房間。 我父親在天初時陪伴我。 她的助手,Peggy Koo,她是… 她說,如果你來醫院陪伴我,你就不需要上班。 她說不行,因為很多人要打電話去辦公室問候你。 但是她說不行,所以她要上班。 然後就… 上班後就去醫院陪伴我。 另外一位陪伴我過夜。 所以我說,我真的很幸運。 當你做了一件好事的時候, 我永遠都會有其他人願意來幫助你。 Julia,你有這麼豐富的經驗。 你是兩次或多次的捐贈者。 你有驚訝你的腎作。 或者可以跟我們分享。 Vivian 作為整個傳承的練習, 甚至是批判的傳承。 或者跟我們分享你的康復的過程。 我還有一個傷痕。 但是我很快就能夠走路。 我六個星期小了十磅。 我六個星期輕了十磅。 我的康復其實都很快 我很高興醫院通知我做手術的時候 手術是接近復活節嫁的時刻 所以我們有大概兩個星期的 然後放了兩個星期我就可以上班 我想補充一句 Kris剛才你提到的一件事 要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洗腎 是 我可能是等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想來到現場推遲洗腎的時間 其實應該是越早做越好 我覺得 之後需要再長一點時間 應該是越早做越好 因為我太太在洗腎之前 跟我說 你好像隨時都睡著覺 在我的經驗中 很多人開始洗腎 或者接受腎臟移植之後 才跟我說 當時不知道原來我是這麼累的 其實這個 我 這個 腎臟移植 是 跟以前是很大的分別 在這個活體移植 在這個活體移植 是 會 來感受 我們知道有這個可能性 今天這個講座 都能夠希望給大家有這方面的認識 在這個活體檢查 在這個活體檢查過程當中 做到的檢查可能會去挑起 其他方面的需要 我們最重要的是堅證者和接受者 都能夠有最好的照顧 和盡量減低受傷害的程度。 我們有很多問題。 有些財產。 我們會先試一下。 请我先评订一下 有一个中国、韩国、韩国、韩国 有一个频道发布了 可能会有一个音乐或韩国 可以在英文的频道 或告诉我们在英文的频道 如果有任何韩国或韩国 没有韩国或韩国的 你需要有问题要发问的 OK, and nothing so far? OK, and we'll also check in with the Korean Are there any Korean questions that arise? 有没有韩文的问题呢? OK, so again, if there are... Oh, nothing so far. OK, great. So let's thank all the panelists for your wonderful sharing. Knowing,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remarks that a lot of you have highlighted 你們的經驗,特別是 Justin 電池的比喻 在這段時間,讓我們分享給大家的觀眾朋友們的分享 好的,讓我看看 現在我會分享在關於精神方面。 在這個時候,討論關於堅毅方面。 我們正在說慎病,但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喜樂。 有時候我想簡單地解釋,作為一個精神病科醫生, 很多時候是關於精神病,而不是精神健康。 我想看看,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去看精神健康,直到我們要講精神病。 我們能夠有一個有貢獻的活動,有良好的關係。 我們能夠有良好的貢獻,有良好的關係。 我們也能夠看到這個挑戰。 由一個全人的角度, 不僅僅是我們的身體。 就像阿神所說的, 我們一般的挑戰是 在心靈上有信仰的。 我們有身心靈三方面。 陳醫生剛才大家也聽到他提到 這個腎功能是影響我們的血液。 我們的思維。 所以我們 心情同時, 這個的 是否正確實不足為生病。 這個可能性比較正確的。 我們會 resultado mental, 或者感受症病。 壓抑抗體的 每個人的症癒。 我們會看到 你聽到他們的抗病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精神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思維。 我們會有良好的一個計畫。 我們可以那麼做出 當ос譯的 治療的這些決定。 這奸行的 去做我們就會成為更好 我們需要理想的治療方案,以致我們的心靈也能夠平衡。 這會影響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 我們身體或者精神上的疾病會影響我們身邊的人的關係。 這會影響我們的心靈也會影響我們的心靈。 特別是在幻的文化中,我們身邊的人的面子,我們不願意。 和我的家人的心靈也會影響我們的心靈。 我們在越求助的時候,那個挑戰很大。 我們喜歡說關於健康,但是我們不喜歡說疾病。 特別是一些嚴重的疾病。 我們喜歡說關於健康,但是我們不喜歡說疾病。 我們作為環境的社群,我們可以如何去做一切的影響整個群體。 我們可以如何去做這方面的貢獻呢? 就像在疫情中, 很多人來想到醫療方面。 在精神健康方面,我們看到這個自尊自我營著。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尊自我營著很低。 除了自尊自我營著,我們可以如何去看我們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中一個是醫療的關係。 就像我們從小孩開始建立的那種關係。 當一個小孩在哭的時候, 就像我們從小孩開始建立的那種關係。 當你面對害怕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提出你的需要。 在社群中, 你的目標、你的方向、 你的意義。 你不僅是自己, 你所認識的人。 當你只能把所有的銀色的意義和意義在裡面。 當你看到你只能夠在這裏, 你只能夠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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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去解決這裏。 並 cannot produce活動性。 有可公表靈活性。 有可公表嗎? ク vehicle, 有可公表? 當你陰性 flag抵抿得對的能力。 當你生病時, 你可能覺得很時侯的痒會獲得 этой。 當我們看《悲傷我》的階段時, 當我們聽到你需要洗腎或接受熱食時, 我們有不同的情緒, 有否認, 或是在我推遲時, 他會離開,或是你覺得很憤怒, 人家也沒有說他有病, 為什麼會是我呢? 或是在教會上, 再奉獻一百元, 會不會好一點呢? 有時我們會對自己這樣做, 或是吃一頓齋齋, 或是我戒了咖啡, 或是我們會經歷那個憂鬱, 或是有些事情, 或是我們在不同的程度上, 另外我們會對自己的心情, 或是我們所欠揮的, 或是我們會對自己的心情, 或是我們會對自己的心情, 然後我們會對自己的心情, 或是我們會對自己的心情, 或是我們會對自己的心情。 我們需要來承認,我們很少在討論和提供我們的心情。 我們需要來… 當我們談到需要的重要和意外的家人有意見。 媽媽和你的祖父母說,和你的兒女來談。 有時候,我們想去遮掩自己的內心、心境。 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階段, 或者你可能會遮掩自己的內心、心境。 我們可能會在不同的階段, 會覺得很憤怒。 需要有一個心, 讓大家彼此, 將這些心情說出來。 聽到別人的情感是另一部分。 我們可以看待這個情感的疾虛。 我們會在這裏面的疾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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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樣那樣子遊視著。 這方面請示eron。 我當然不是 Cart Access to Listen, 不需要允許當初的情感只需要緊張自已。 我不會 prolonged地說妥。 是否覺得很痛可以無敵人之間。 現在是 geatur未來的循練。 我們幾位嘉賓是很勇敢的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很容易來… 我們需要一個正面的思維。 所以,我猜到大家會看到這件事, 在這件事會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洗腎或者移植有什麼關係呢? 這幅圖畫跟我們今天所說的題目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看到有一個倒影。 我們看到自己是怎樣的心境。 有人說是更加強壯。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是更好的。 有些是不安的。 或者有些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 我們可能會面對挑戰。 這個是我們要去問的問題。 好,所以這次的題目是做文化。 這幅圖畫是… 今天有華人也有韓國人在我們當中。 可能你們會有共鳴。 我們每天吃飯用的是筷子,不是刀叉。 我們用來導航來刀去, 走這條路的工具有文化的差異。 例如說,你可能會相信中藥。 或者你不相信,但是你的家人會相信中藥。 和他他們們慢慢會 bo الا knitting困難。 當然,但怎麼樣。 每次的事情 spare得到則。 對照 observ衢 ile群的來自 震震動。 你在說話貼待嗎? 你要做了嗎? 我當然認為我們對照顧 la艦 ballet, 文化差異都會影響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疾病 很明顯是中國文化 但是有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背後的故事 例如你那對筷子落得越高 你結婚的對象就會住得越遠 所以我們的文化差異會影響我們的思維 但是也會… 顏色的筷子 我們知道這不是文化的變語 所以我們在腦海裡 我們除了有文化差異 我們也可以有這個演變 或者我們來看這張圖畫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鍋 或者是… 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你想放什麼在這個鍋裡 呢?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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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在政府內服侍在醫療界。 有些人喜歡比較辣的, 你可能有或者你… 這也會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同的調味。 我們要很正面地去看, 今天我可以做多一些, 或者昨天是不能夠。 我們不是裡面是什麼, 我們是這個容器,這個鍋。 每天,有時候我們可以裝多一些, 或者是辣一些。 有時候是不同的材料, 我們不需要受困。 有時候我們能夠改變, 有一個開放的態度。 今天,這個文化的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筷子, 有不同的筷子。 有不同的筷子。 例如我們的家人, 是有很多人, 有一個人來幫助你。 如果我們是神聰的捐贈者, 你會團結,就是力量。 這是… 首先,謝謝大家做這個講座. 我曾經在辦公台, 在6年, 在《Trillian Gift of Life》, 我在那裡有七月的時間, 好像每次要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都很難叫亞洲人願意來開放, 所以,腎病其實是很普遍的, 可能他們是在傳媒那裡, 因為傳媒的關係, 但是,就好像覺得這個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就視乎你是在什麼年齡階段, 有可能是一個很長的路途, 我第一次失去我的捐贈的時候, 我只是說,我們看不到那個 真正經歷了很多不同的階段, 我們每一個都會有不同的階段, 所以,在那時刻, 你所經歷的,只要是那個時候, 每一個都會在那個時候, 只不過是那個要做移植的時候, 只不過是一個過渡的時期, 這個洗腎的過程已經進步了很多, 我差不多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家裡做, 你不再需要每次都要去醫院, 給我們一個很期望的消息, 你提到精神健康的經濟, 精神繼續贏了一半,你的思維會影響你身體的健康。 好,你也有C-section scar,好。 Julia,有一個是C-section 的巴痕, 或者只是另外幾個洞。 其實,如果你沒有做過什麼, 所以,有巴痕,其實不是一回事。 我想多謝 Justin和Rivian, 我們作為活體的捐贈者, 聽到這些故事。 實在是很開心地聽到你。 陳醫生,你有什麼? 陳醫生,有幾個共通點, 就好像在你的精神方面, 如何應付你, 會影響你如何適應長期病患。 其實是有一個很廣程度的, 可以去適應。 我們現在有很多資源, 作為一個腎病專家。 在家中的生活。 對,有很多人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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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08,來思考今天所收到的訊息, 也能夠繼續的。 我們每天都希望透過做上知道更多。 今天, Justin, Vivian, Julia, 還有幾位的翻譯, 有同步的翻譯。 今天,我們也有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作為一個社群, 我們是互相支持, 所以,在此刻, 我們也會一起慶祝。 大家也會一起慶祝。 陳醫生應該會有話說的。 大家保重, 下次見,再見。 你在 gue玩時?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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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isenサンド教學。 ingen釋放在網路上 esas太熟練時。 我們最後就是飛機店。 感谢观看